大家好,我叫范锦,叫我范老师就好 我是2000年来的加拿大 然后在这边跟维多利亚学校 从2004年来着讲课 到今年是第16年 这16年还是风风雨雨不一样 一直看着维多利亚慢慢地成长起来 自己也非常appreciate能在这个学校工作 那我自己到了加拿大以后 也是从零开始 过去的英语也不行了 知识也不行了 就开始update 那么就参加了Canadian Payroll Association的 这个certification的考试 同时因为在国内做的是content 所以又参加了CGA的考试 那么后来才发现 Canadian Payroll Association只需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这certificate拿到了 这个路就打开了 那么accountent呢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当然了最后我也是把它考下来 当然了就要take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effort 那么Canadian Payroll Association这个领域呢 应该来说对我们新移民 对从国内来的这些新移民来讲 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太熟悉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岗位 那么这个职位它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它需要数学比较好 要让你detail oriented 然后你在比较可以说你的personality要比较安静 或者说因为全公司的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在你这里 所以各种特点来说呢 比较适合我们中国来的移民 那么当年我第一年做payroll的时候 没有多少中国来的人可以做到payroll 但是十多年二十年以后 这个领域基本上被我们中国人占领了 我自己有这样亲身的体会可以看到啊 这么多的group成长起来 那么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职位 不要以为哎呀 他是不是对英语要求很高等等 这个呢 大家都可以克服 我自己也是这样 从零开始 英语根本就是link to 你都can't imagine 我根本一句话都讲不了 但是呢 慢慢的也成长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劝大家呢 一定要就是想一想 自己愿意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对number是不是比较 就是不是那么烦 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子可以来试一试 跟维多利亚学校呢 合作也是非常愉快 因为在这毕竟是16年 可以说是比较老的一波老师了 那么我们学校的特点 就是去找到各行各业 在做这个工作的老师 他们真的是有切实的经验 那就是把工作中的事情 拿来给大家分享 那么怎么能够不support你 找到这方面工作 人家就是把工作平时的事情 传授给你们嘛 所以我们的课呢 这个payroll课 从我开始到这学校教 从来没有断过 但是大家的认知度呢 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不会说一个班 坐上个三四十个学生 还没有这种时候 基本上都是四个六个八个十个十二个 这样的规模 但是这个市场一直都在有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马上就上网去看一看 payroll administrator payroll coordinator benefit coordinator 看看他有多少职位 那么你应该树立这方面的信心 这么多人都干了 你也一定可以干 尤其是在我们维多利亚这个平台 老师就是做这个工作 做了这么多年 同学也有做这个事情的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是 公司派他们 就是让他们update一下knowledge 那么他们在课堂上 回答的提出的这些问题 对其他学生来说 这就是benefit 我们每堂课都有这样的case 都有学生是来update 他的knowledge的 所以大家互相促进 互相鼓励 现在我的学生哪里都有 有好的 有在government工作的 City of Toronto TTC 这个或者稍微 那个什么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还有那些industry 什么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这些地方全都有我们学校 出来的做payroll 学payroll 考完证书的学生 所以还是那句话 别人能做得了 你也肯定能做得了 what do you have to do 你就是要把头低下来 你今天第一天来加拿大 你今天第一天走出学校校门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开始干 老师学校已经给你set up了 好了这个process 第一你就是去学习考证书 第二你work on你的resume work on你的interview 第三怎么样去给你的potential employer sell yourself 或者bargain 然后你最后把这个工作找到 那么当你起步在这个行开始干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你可以和别人打交道 可以就是把你的工作做得比较好 那么赢得你的supervisor 你的senior management 或者你的owner的信任 因为你是知道全公司秘密的这样一个工作 我发现我自己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是非常喜欢 当然了我起步是做payroll 中间因为考到了CGA CPA 那么又转回做我content 然后发现还是做payroll有意思 因为工作压力不太大 然后你又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和别人进行communicate 那我又做回到payroll 那么反正这两个职位可以换嘛 看看你最后喜欢什么 你可以locate在哪里 当然了这个是depends on 你有这个accountent的这个certificate 但如果只做payroll呢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fun 非常有意思 然后也可以support 你做上一个professional job的这一个dream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学校 关注这门课 然后看看愿意不愿意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 然后将来能support你在这个行干起来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 现在应该说有很多的network 有很多的fellow student 大家都在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wechat 对吧 如果有职位出来 像以前我的学生已经跳了两次三次 这个工作了 那他剩下的职位 那我们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们忙里也很活跃 经常会有一些communicate 大家可以share一下这些position 这个资源可以说 我相信你在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找得到 所以还希望你们相信我们维多利亚学校 那么能到学校来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